和母校台中教育大學共同簽訂意象書 保存集團總裁蔡奇瑞大方宣布捐出市價 將近一億元的萬保大樓供母校使用 做盛事捕落人口 不過蔡奇瑞卻是滿肚子委屈 蔡奇瑞指的就是當年921接手修復陸港古籍龍三四 至少花了一億元 因為信奉媽祖蔡奇瑞可說是出錢出力 去年更砸下百萬在公司總部外 設置臨時行工 公營七座媽祖底台 据公司業務蔡奇瑞早就放手 全權交由女兒蔡佩君來處理 如今隨著全球最大運動品牌Nike預估 第一季大中華區訂單將年增22% 優於全球 帶動製協龍頭保存業績也跟著看竅 只是保存26號金船 為在越南協廠發生集體大罷工 對此保存強調已經和當地政府積極溝通 釋出善意相信很快就會落幕 三立新闻採訪吳傑城 邱瑞陽 台中